各位網友大家好,今期紅春末主義又和大家見面,今期要講的主題當然是離不開舉世觸目的G20峰會 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的會面,我的主張是和為貴 當今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 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的首腦,今次在G20峰會的會面,包括曼宴 就中美的貿易磨擦能否達成共識,取得協議 這件事是對世界的經濟發展,乃至國際的政治、外交、軍事方面面 是帶來深遠的影響的,而對於中國來說,今年是改革開放的40周年 這個中美貿易磨擦是否會得到一個和平的解決,頗善的安排 這方面大家談不成功,一拍兩散,對於中國未來 另一個40年的國運,的確影響重大 其實從中國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將階級鬥爭為綱,主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將所謂一大二公,純之又純的單一公有制,變為多種經濟成份 等於一系列的變革來說,解放了中國的生產力 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中共一直都有說,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 但是這個改革和開放方面來說 其實就是很重要的對外關係就是中美的關係 所以鄧小平的政治遺囑曾經也說到 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就是中美關係 中國的發展和統一繞不過美國 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離不開美國 這個論斷裡面是非常之正確的 所以我們在今時今日,我們看到 中國的外匯儲備現在有3萬1千億美元 但是過去由1985年以來,我們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的盈餘 累積是達到4.7萬億美元 換言之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來說 是主要是得益於對美國的外貿盈餘 單從這一點來看,已經是證明了在中國對外開放過程當中 美國的市場是佔了一個主要的地位 如果我們今次貿易不平衡而引起的磨擦對抗 如果得到有效的化解的話 當然這個所謂的經貿關係 就成為中美方面的友好關係的壓倉石和推進器 反過來這個壓倉石和推進器出了問題的話 就會影響到其他的政治、外交、軍事的方方面面 中國是需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 老實說,今次美國提出所謂的三零、兩庭、一允許 這個所謂的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 以及停止以強制性的市場換取技術 以及停止偷竊別人的知識產權 乃至美國在對華的投資允許他們百分之百獨資 這些是雙向的 亦都說中國亦都對美國提供這樣的環境 反過來美國亦都對中國提供這樣的環境 這個是對等的 那就符合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國策 亦都符合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的大方向 最重要是說人家在美國和墨西哥、加拿大 所簽的北美自由新的協定當中 墨西哥都可以照接受三零這些原則 你說中國的綜合角力 給墨西哥這些發展中國家裡面 是不知道大多少倍、強多少倍的 墨西哥可以接受的三零條款這些 中國有甚麼可能不去接受得到呢 所以我認為今次特朗普、習近平的會面當中 中國領導人應該要站在戰略的高度 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國運 繼續興隆 應該是以最大的誠意、最大的彈性 裡面來達成雙方一個可以接受的協議 令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不止於被打斷 能夠繼續將這個國家建設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 多謝各位